2003年秋季 又一个大学开学季 位于肯塔西州列克星顿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学 迎来了一票新生 作为美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之一 学校自然要给新生们小刀拉屁股 让他们开开眼 一群新生们被带到了由艾森豪威尔捐赠的学校图书馆 在图书馆里 在此工作多年的图书管理员古奇女士 津津乐道地向新生们介绍了学校的馆藏 经过多年积累 学校收藏了不少西式珍宝 比如大量15、16世纪的古书 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原本 还有那部著名的美国国宝书籍 《美国鸟类》的原本 按照一般人的想象 收藏如此多珍宝的图书馆 保卫力量应该非常严密吧 但这是一种刻板印象 就像很多人认为 北方人爱说道装劲 没有吧我觉得 肯塔西州的列克星顿市 是美国著名的治安良好城市 就业率高人口少 所以犯罪率很低 正因如此 学校并没有配置很强的安保 收藏如此多珍品的珍宝馆 白天对学生完全开放 那些价值连城的古籍 就堂而皇之地放在玻璃展柜里 唯一守护他们的 只有一个古籍太太而已 虽然守护力量如此薄弱 但特兰西瓦尼亚大学 这么多年来从未出过问题 只不过 在2003年的这批新生中 有一个叫斯宾塞的学生 他在参观了整个珍宝馆后 感叹了一声 你这个书挺能藏啊 斯宾塞同学 出生于六辛顿地区的 一个富人区 他的父亲是一个机械工程师 因为技术精湛 在当地很有地位 他的家庭虽然不算大富大贵 但是至少也是个 相亲挑起的老美国 因为家里条件还不错 所以父亲可以支撑 他一项比较费钱的爱好 画画 斯宾塞虽然喜欢画画 但他并不是宅男 反而有一个在美国 相对冷门的爱好 踢足球 这是受他发小 沃伦利普卡的影响 沃伦家和斯宾塞家是邻居 两个人从八岁就认识 而沃伦家是个运动士家 父亲是个职业男子球员 是坑塔基州女足的主教练 儿子沃伦继承了父亲的运动细胞 在学校里 以随时雄抱所有老师同学而闻名 这种刺头读书是不可能读书的 所以他很早就加入了校座就队 准备走运动路线 斯宾塞和沃伦虽然一个是艺术生 一个是体育生 不过这并冰想俩人的友谊 由于家里不缺钱 俩人又都不太学习 所以哥儿俩常年处于裤裆里撒盐 闲得蛋疼的状态 中学时调皮导弹道 足以登上本地报纸 是当地著名的小镇导弹家 但虽然俩人学习成绩不咋地 但人家至少是个重点高中的差势 靠着艺术和体育的特长 还是成功升入了大学 小画家斯宾塞升入了特兰西瓦尼亚大学 运动员沃伦进入了隔壁的肯塔基大学 两所学校都不错 所以虽然俩人一辈子不着调 但是靠着家里的铺路 基本也能混口饭吃 可是 对于两个经历过剩的年轻人来说 混口饭吃是不够的 他们俩一直觉得自己的生活实在太过平淡 总希望找点刺激 俩人每天就是五大郎吃奶 跳着脚的足央 嫁好上大学以后 由于沃伦的父亲长期狂嫖乱赌 导致沃伦的父母离婚了 离婚以后的沃伦家经济形势骤然恶化 负债累累的沃伦只能自己找饭折 他和另一个朋友一起给人半假证 这一行属于挣着卖白色的钱 操着卖白粉的心 每天愁得两眼发绿的沃伦也没啥消遣方法 只能跟斯宾赛一起吸大麻吹牛皮 某一天 在俩人的一次大麻卧谈会上 斯宾赛跟沃伦谈起了自己学校的图书馆 他说自己学校图书馆里 藏了一本价值连城的书 防守力量却极其薄弱 早晚得让人抢 吸大麻到上头的沃伦随口问了一句 什么书啊 能值多少钱 这里要说说 美国鸟类究竟是什么书 美国鸟类是由美国画家詹姆斯·奥都邦 于1827年创作的一本画集 奥都邦是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和画家 在那个摄影技术还极其原始的年代 人们了解各种生物主要还是靠画家的画作 而奥都邦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以极为优秀的画迹将美国的不同鸟类画在纸上 笔下的鸟类形象唯妙唯绪绪如生 每一张都是难得的真品 而美国鸟类中收录了他的400多幅画作 由于他创作的每一幅画都跟现实中的鸟同样大小 因此美国鸟类的纸张极为巨大 普通的出版社根本无法印刷 全世界现存不过100多本 而奥都邦亲手绘画的原本的美国鸟类 更是公认的美国国宝之一 2003年曾被拍出570万英镑的价格 2018年价格涨到了730万英镑 是世界上最贵的书 在斯宾赛上学的时候 学校给学生们介绍时的参考价是1200万美元 听完斯宾赛的介绍吸着大麻的沃伦突然来神了 既然你说早晚要被抢 那为啥咱们不去抢 众所周知 太平洋上的海鸟一声屁响 给脑鲁人民送来了90%多的肥胖率 咱们俩要是干成这一票 后半辈子齐活了呀 抽着大麻的斯宾赛脑子根本不够用 觉得你这话说的对 可以考虑 哥俩抽完大麻各自回学校了 斯宾赛也没拿这话当回事 大麻上头啥话不说呀 就当口腔体骚了 可是几天以后 当沃伦救世重提时 斯宾赛这回真的开始考虑这件事的可能性了 对于闲得蛋疼的斯宾赛来说 无论这事能挣多少钱 刺激是绝对刺激的 所以他决定入户 可是 这俩哥们决心已定后 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 这事怎么干呢 虽然俩人过去一直在可实之硬的作死 但确实毫无犯罪经验 他们又不是大闲之圣先师赫尔曼拉姆 在抢劫这事上 实在无法无视自通 事实上 这哥儿俩的存在 就是对赫尔曼拉姆的终极侮辱 你在之后的故事里可以感受到 由于没有任何方向可言 所以俩人决定问基于互联网 哥儿俩用了一段时间在谷歌上一顿搜索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如何策划一次抢劫 如何抢银行 如何实现完美犯罪 抢劫的注意事项等等 经过一顿理论研究后 他们决定观看一些实际案例 包括电影《十一罗汉》 《热天午后》等等 基本理清了思路后 沃伦觉得首先要搞定的是 如何消赃 对于这一点 沃伦并不担心 因为在列克星顿街头 打拼了许多年的他 早就已经认识了一些有力人士 比如当地著名黑帮大佬迪林卡特 首演童天的他 肯定能想出办法 为了让大佬帮忙 沃伦在一家麦当劳 设下好演员 请迪林卡特 俩人狼本使徒的大吃了一顿 久过三旬 沃伦在席间透露了自己的胡闹 大佬 我有一些艺术品 想要出手咋办 大佬听闻都懵逼了 我他妈怎么知道咋办 我平时在超市里 偷平气水都得爱三顿打 我哪接触过啥样艺术品 出师不利的沃伦并没有气馁 他告诉教父迪林卡特 这顿麦当劳你不能白吃 你接着帮我打听 谁能收艺术品 我愿意出点钱当中介费 要说皇天不负苦心人 在付出500美元的巨款 充当中介费后 沃伦真的联系上了一个 高端的道场兄弟 兄弟给他留了一个荷兰的邮箱 邮箱属于一个专业销赃人 据说半个欧洲的专务 得惊他过手 欢欣鼓舞的沃伦 立刻注册了一个雅火邮箱 给荷兰那边发了封邮件 表示自己有一些 即将到手的古籍想卖 经过几次邮件沟通后 沃伦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 再次是2500美元巨资 亲赴荷兰 准备与大佬面谈 到达荷兰以后 荷兰的收赃人 在一家咖啡馆里接待了他 他们对沃伦递过来的目录 毫无兴趣 表示你是不是有病 东西没到手你来找我干啥 沃伦吞吞吐吐的说 我就是想问 这些东西能卖多少钱 荷兰的大佬气得鼻子都歪了 问价你早说呀 发疯邮件就能问的事 非他妈亲自跑来一趟干啥 行业规矩 一般价格是专业估价的 30%到40% 但前提是 要有权威机构的估价证明 对于后一句话 沃伦已经听不进去了 他一听到30%到40% 脑子里就陷入了混乱 1000多万美元的宝物的三四成 让他的大脑暂停了运转 他光速回到了美国 研究起了怎么抢输 现在 嚣张渠道有了 目标明确了 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执行了 在和斯宾赛进行了一番筹谋后 他们一致认为 这事咋俩干不成 因为美国鸟类 是按照鸟类本身的大小化的 用的纸张比门板小得有限 抢这本剧书是个体力活 咱俩忙不过来 所以必须要找一个帮手 这个人体力要好 反应速度得快 心理素质还得好 基于这三点要求 就是说是个会计学学生 霍伦找到的埃里克 是之前跟他合伙办假证的同伙 不过 由于分赃不均 俩人闹歪的 但是 乌伦成功用一顿披萨 打开了埃里克的心结 对埃里克进行了教科书式的忽悠 类似于 我们现在的生活 是多么无趣和潦草 干的这个买卖 是多么刺激和妖望 买卖干成了 我们这辈子都不用努力了 跟我一起博一博好不好 在一番忽悠之下 埃里克觉得 舍得一身寡 租赁了一家二层小楼的地下室 将统帅部设置于此 在这次行动里 沃伦深恶先赔后赚的道理 行动还没开始 就已经搭进去上千美元的沉默成本 这是真正的互联网思维 生早了呀 设立了统帅部后的沃伦 又碰见了和当年拉姆同样的问题 我们需要一辆车和一个司机 一个能够带我们跑路的司机 这个事怎么解决呢 于是 沃伦找来了富二代查斯·艾伦三世 跟沃伦和斯宾赛这种中产家庭不同 查斯是个真正的富二代 他12岁就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跟着老爹一起搞房产 因为家里有钱 他有不少别人玩不起的爱好 比如飙车 沃伦找查斯来当司机 并不是因为他知道查斯爱飙车 但纯是因为离得近 他们租的统帅部 就是查斯他爸的产业 查斯住在统帅部楼上 沃伦找他比较方便 所以拉他来入伙 对于沃伦的入伙邀请 查斯表示相当不信 小爷我一天汇筋如土 吃完薯片都不太舔手指的 我跟你们几头烂算抢劫 还抢本破书 一本破书能值几个钱 1200万美元 我敬爱的父亲 请您务必带上我 至此 由匪园长沃伦 画家斯宾赛 会计埃里克和司机查斯 组成的四人抢劫小三伙 正式成立 接下来就是要讨论 如何把书弄到手了 在此之前 沃伦还需要一份图书馆的结构图 他要求斯宾赛 去搞一份图书馆的建筑结构图 斯宾赛觉得 你这是侮辱一个画家的尊严 爷六岁就学画画了 对空间和方位 有着超乎寻常的灵敏 用什么结构图 我画给你不就行了 听到斯宾赛如此有信心 沃伦赞叹一声 飞坐高见 拿到了斯宾赛画的图后 根据匪园长沃伦的计划 他们的抢劫总共分成三步 首先是准备阶段 珍宝馆晚上会有报警系统 我们只能白天去 而珍宝馆所在的三楼 平时只有古七女士一个人 我们只要放到她 就惊动不了别人 同时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们最好化妆成老人 这样比较低调 其次是实施阶段 斯宾赛因为是本校学生 很可能在图书馆碰见熟人 所以把他安排在门口放风 亦有重镜 电话通知 查思开车 把大家送到门口以后 找地方等着 盯紧侧门出口 等抢劫的人出来 快速接应 迅速跑路 而抢劫的过程 由飞园长沃伦和快家艾里克实施 俩人假扮成参观的人 进入珍宝室 然后 为了用网购的电机枪 以野兽的心境 刺响大妈的脖子 俩人把古其太太绑起来 嘴堵上 找到钥匙 开始说抢书 美国鸟类比较大 我们用一张床单兜住 然后咱们抬着跑路 而最后一步是逃生 抢到书以后 我们坐电梯逃生 由于电梯不同一楼 所以我们先坐电梯到地下室 再通过地下室的消防通道 走到图书馆侧门 从侧门跑路 查思接到我们以后 大家分头跑路 就准备赎钱了 作为抢劫的计划 如果说赫尔曼拉姆的计划 是这样的话 能乌伦的计划就是这样的 不过 这并影响 四人抢劫小三伙的 自我感觉良好 在分享完这个计划以后 大家都如王八走毒 憋不住笑了 那么 为了实行这个计划 他们准备了多久呢 足足准备了一年多 2004年12月15日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准备 四人小三伙终于准备行动了 沃伦给古奇太太打了电话 预约了明天上午参观 在行政的头一天晚上 战前动员会时 大家集体观看电影《落水狗》 四日上午九点 大家准备行动时 发现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首先 汽车应该是由快捷艾里克去搞 可是当天他连个轮椅都没带来 到了据点后 痛骂自己的某狗朋友不地道 明明说好了把那辣福特借给自己 却临时反悔 太损的了 其次 是匪院长沃伦网购的电机枪没到货 虽然卖家信誓旦旦的说自己发货了 可是沃伦就是没收到 美国的网购体验是如此的不堪 所以 临行动的当天 他们才意识到 车没有 武器没到 这就是小团伙筹备了一年的结果 不过 本着来都来的精神 大家还是排除万难 想到了解决方法 司机查斯表示 自己送佛送到西 他妈妈有一辆准备卖掉的稻奇 这辆车是九十年代生产的 年久失修 跑起来就冒黑烟 但是好歹也是一辆车呀 凑合用吧 而没收到电机箱的卧轮 只能找了根魁蛇牌电机笔来凑合 为了防止威力不够 他还和同伴们互相电了几下 脸都变黑了 问题解决后 一群人把绳子 胶带 床单等道具装进了包里 把自己化妆成老人的样子 万事俱备 我们出发 好日子就要来了 然后他们发现 他们找不到停车位 本来按照计划 查斯应该把大家第一道的送进图书馆 然后停车等在侧门口 可是 那天特莱西瓦尼亚大学 似乎在搞什么活动 图书馆门口都是人 查斯无论如何找不到停车位 而他这辆黑暗公勇的道旗 引来了路人的无数目光 查斯开着车 一路拉着黑暗 绕着图书馆找着三圈 踩在万众瞩目下 找了一个半地下的车位 而下车以后 观察他们的人更多了 按照计划里 他们为了不引起注意 会化妆成老人 一表示低调 可是计划里 没有考虑过 这几个直男的化妆水平 几个从没画过章的小伙子 把自己的老年装 画得跟火星装地球似的 那意思基本就是 记住我们四个的脸 以后我们来了 就是捣乱的来了 自我招供了属于是 而等沃伦和埃里克 在众目睽睽之下 到达三楼针包馆时 他们更懵逼了 本来应该只有 古奇大妈一个人的针包馆里 此时有一群人 比比哗哗的在开会 这跟计划的不一样啊 埃里克询问沃伦 现在这种情况 属于使客狼 碰上肠道功能紊乱的 咱们上不上呀 沃伦说上个屁呀 咱们能放到一个大妈 怎么可能放到一群人 割了 啥也没干的抢劫四人组 开着黑烟滚滚的到齐 回到了据点 从毕斯宾赛表示 要不咱们就彻底割了吧 毕竟那么多人催更都挺过来了 再割一次不丢人 沃伦表示你放屁 别人干活你唠嗑 别人走路你坐车 就这还说你想割 我筹备了一年多了 沉默成本都花了几千美元了 你敢割我就死给你看 于是 沃伦拿起电话 打给了古奇大妈 告诉他 自己的预约要改到明天中午 古奇大妈很和蔼的 答应了他的要求 沃伦之所以要改到第二天中午 是因为在第二天上午要考试 抢劫是要抢 考试也是不能耽误的 而且考试之后 图书馆人流会少很多 这点中外同理 明天我们再试一次 第二天中午 四个人再次齐聚统帅部 还是那辆黑烟滚滚的到齐 还是那根电机比 不过 这次他们放弃了化妆 不怕 今天一定要得手 由于有了昨天的经验 今天几个人轻车输入了很多 古斯很容易找到了停车位 沃伦和埃里克进入了三楼珍宝室 古奇大妈和蔼的接待了他们 正当古奇太太为他们讲解时 沃伦这次突然拿出了电机比 去偷袭了古奇太太 可是 古奇太太也不是一般人 和很多美国中年人一样 古奇太太身材比较风雨 是个200多金的美国大力士 血厚方高 沃伦的电机比本来功率又小 加上他一时紧张没有找对地方 电机比不仅没有电晕古奇太太 反而让老太太连蹦带跳的更换似的 万般无奈之下 沃伦使劲浑身一切 说想要控制古奇大妈 并且招呼后面的埃里克 赶快过来帮忙 可是 此时的埃里克已经勤舞扬附体 呆呆地站在后面没有任何反应 沃伦对着埃里克这个拉胯玩意 一日轻声软语 这才让埃里克惊醒 帮着把古奇太太捆了起来 终于摆平大妈后 哥俩开始疯狂地往背包里扔小本的书 并且找到了展柜钥匙 扑开背单 将几十斤的美国鸟类搬出来 放在了背单上 包裹好后一人临一头 慌慌张张地冲向着电梯 虽然过程很曲折 但结果很圆满 最起码书到手了 也没有惊动其他人 现在只要乘电梯去地下室 走上消防通道就可以成功跑路了 幸福生活就在眼前 加油 俩人抬着这本剧书 跟着电梯来到了地下室 乌龙冲出电梯后 一圈的沃轮确信这里只有墙壁 两个人决定赶快坐电梯回三楼 从三楼进入消防通道跑路 可是 此时的两人由于过于紧张 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不过 此时还没有人发现他们 上到三楼吹消跑路 他们还有机会 然后 当电梯升到二楼的时候 门开了 不知道二楼有谁要坐电梯 反正两人升到二楼的时候 电梯门打开了 而图书馆的二楼是一个多媒体教室 当时里面有很多人在上自习 还有一位图书管理员 一群人看见了两个男人 抬着一本门板那么大的书 在电梯里摩擦 电梯内外都愣住了 此时 任何一个探机生物 都不会相信他们是来上自习的 图书管理员发现情况不对 赶快过来 关键时刻 还是匪员长沃轮反应快 他拉着埃里克 赶紧往消防通道跑 可是 后边的图书管理员紧追不舍 快递埃里克的体力没有沃轮那么好 再加上过于紧张 很快体力不支 手没有抓紧窗单 把美波鸟类掉进了电梯里 但此时的哥尔俩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后面的图书管理员边喊边追 哥尔俩觉得逃命为上 两人跑得脚底冒火星 一路从一楼正门冲了出去 在外面望风的斯宾赛 一看情况不对 赶快给司机查斯打电话 告诉他们 这俩人没从侧门出来 好像从正门逃跑了 后面好像还有人追 赶快去正门 关键时刻 查斯无愧于一个赛车手的职业素养 他全速掉头地往正门冲 精准地命中了刚刚跑出来的沃轮 刚超过灌木的沃轮怼回了绿花袋里 不过 靠着沃轮的物理刹车 埃里克成功上到了车里 被撞晕的沃轮苏醒后 嗷嗷叫地追着车跑了200多米才成功上车 然后查斯开着这辆破道旗 一路拉着黑烟跑路了 由于过度紧张 体力不值再加上被撞了一下 沃轮在汽车的副驾驶上呕吐了 这下查斯怒了 这车我妈明天就卖了 你给我吐了一车 我回去不得被喷死 贫民区到了 你们俩给我滚蛋 我得去骑车 沃轮和埃里克还没能反应过来 就被查斯踹下了车 两个光板白人小青年 在午后游荡于遍布黑叔叔的贫民区 还一身呕吐物一副磕大了的样子 这不是屎哥郎出远门找屎吗 在这种情况下 沃轮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找警察保护我们吧 哥老大街上提心吊懒的 想找巡警来保护他们 可是 美国贫民区连警察都不愿意来 俩人找了半天 没看到警察 反而被黑叔叔盯上了 黑人该忧子们开始追他们 他们又开始夺命狂奔 幸好这时候查斯洗车回来 成功接到了他们 下午四点 屁股尿了的几个人 才终于来到了据点里集合了 现在 几个人清点一下脏物 虽然美国鸟类也没有到手 但他们拿到了达尔文原版的物种起源 和全套手绘插画 15世纪的200元一书 20伏奥都邦的手绘千笔草稿等 他们觉得 零零碎碎也能值点钱 然后 几个人开始的战号总结 死里逃生的沃伦 痛斥斯宾赛是个傻 还说什么对空间有着异常灵敏 你那张破头根本就他妈不准 地下室的通道呢 你给吃了 斯宾赛则痛斥埃里克是个傻 告诉你最之前的是那本大书 你给扔了道理了 你是不是脑子有坑 埃里克则认为沃伦才是最大的傻 说自己是运动员人我人溜的 结果连个大妈都搞不定 我可能大妈差点没把自己累死 哪还要立即搬书 你这不是为难人吗 完成了傻 闭环的三人组 最后一致认为 司机查词才是最大的傻 当街把人踹下去 我们差点连这点东西都没保住 你洗个车这么着急吗 查词没有反驳 表示你们赶快把东西出手 然后分钱散伙 累了毁灭吧 在互相对彼此的智商 进行了一番赞誉后 水员长沃伦意识到 还是得抓紧办正事 他用雅火邮箱给荷兰人发了信息 表示货已到手可以交易 荷兰人很快给了回复 问出了两个灵魂问题 我怎么知道你们手里的东西是真的 又如何确定他们的价值 沃伦当场暴走 大哥你不看新闻吗 我们偷了这么多东西都成顶流了 全美国的警察都快在奈何桥上摄露钱了 我一个开水口摊的 能卖给你生瓜蛋吧 荷兰人答悦 我跟你讲是这么回事啊 首先我是荷兰人 我不看你们美国新闻 其次就算我看新闻 也知道你们那种大案子 我怎么知道案子是你做的 再次就算案子是你做的 我怎么知道东西你没掉包 最后就算东西你没掉包 你这上面又没有价格标签 我他们怎么知道它值多少钱 当初就告诉你了 要有权威机构的价格认证 你耳朵里塞耗的毛呢 荷兰人的一番灵魂拷问 把沃伦给问傻了 对呀 美国鸟类的价格我知道 可我怎么知道这几本小说的价值几何呢 权威机构 谁够权威呢 几个人名思哭响了好几天 最终想出了一个结论 加士德拍卖行够权威吧 本着对加士德拍卖行 200多年良好信誉的信任 几天以后 跟几个组团来到了纽约 带着抢来的脏物进入了加士德拍卖行 要求拍卖行的专家们给个鉴定 顺便帮着估个价 拍卖行的职员们礼貌地接待了他们 当场鉴定了一下书籍 并且叫来了专家拍照取样 他们表示 你们这些东西毫无疑问是真品 但是我今天无法估价 要等过几天才能给出价格 请留下联系方式 先回去等消息 于是 沃伦运行人心满意足地留下了自己的邮箱和电话 回雷克星顿等消息去了 事情做到这个程度 如果FBI再抓不到他们 那就可以吞奋资金了 2005年2月11日 20多名FBI探员们 集体包围了沃伦的据点 工程锤砸开了大门 一群猛男进去 一通CKB 一楼的斯宾塞和埃里克 还没有搞清情况 就被探员们按住 地下室的沃伦大麻西多了 无法自理 像他死狗一样被拖了出去 最危险的是二楼的查斯 他的大门被踹开后 第一反应居然不觉得是警察 而觉得是遭遇了强盗 超级家伙就下楼想要抵抗 好在他脑子不够 但眼神挺傲视 一下楼就看清了探员们的枪口 赶忙举手投降 不然大概率被当场击毙 四个人被抓后 他们的案情震惊了全美国 大伙全都被他们的愚蠢惊呆了 可能是法官由于他们太蠢而心生怜悯 也可能是法官感觉 切书不能算偷 总之 虽然涉案金额极大 但各四个没被重判 每人被判了七年徒刑 好在经过了这一档子事 挨过了资本主义铁拳的几个人 终于长了点记性 除了以后恩本纷纷的工作 再也不敢做死了 2018年 这个堪称美国最准结案的故事 被好莱坞搬上了荧幕 名字叫《美国动物》 虽然电影没有完全还原事情的全部 很多细节也不太一致 但心比天大的几个人 还是很开心的在电影里客串了一把 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献身出法了说一事 不过 这几个人的存在 简直是对拉姆最大的嘲讽 拉姆是穷尽了所有手段 依然抵抗不了命运的捉弄 而在这四位的故事里 你明显能感觉到 老天爷是尽力地帮他们的 如此不靠谱的计划和执行 居然还几乎成功了 如果把他们的运行交给拉姆 拉姆能抢得一百岁 所以 如果拉姆的幽灵 还在美国的上空飘荡的话 应该也会十分受伤吧